一最后一题110这地方 也就说他有两个模式 一个模式是什么 一个模式是你的题目 这个是自由出题的模式 那这个自由出题的模式的话呢 这些参数是来自于哪里 来来自于Argman 就是那个参数 就是一般叫参数叫引述 里面那引述里面的话基本上 他一定是一个一个 先一个什么 先一个中文再一个英文中文 英文中文 他是一维的方式 所以他是跳着的 所以在我们在跑回圈的时候呢 必须怎么样除以二 为什么要除以二呢 因为他的位置是两个 因为他不是二维正列 那下面这一题就是二维正列 所以呢做出来的结果的话 我们昨天是有跟他快速的讲一下 那这边的话我们 来看一下基本上自由命题 然后两个参数命令列 所以将来 当然除了说我们可以从那个Argument 我们里面传参数之外 也可以从这个地方从那个DOS 就是在Test Mode以下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地方去传 一个中文空一格 一个英文中文英文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有这个 比如说四个单子要测验 那最后他的结果是一定要是这样子 你使用的几秒钟 所以几秒钟这个地方是一个变数 然后呢在几题当中答对几题 这个是将来也必须要秀出来的 固定的模式啦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你要去看一下 也就是说将来比较重要的地方 你要能够拿高分 拿满分的话 记得他要什么 你给什么 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那另外就是说呢 会算分数的部分 我昨天有讲过就是说 可以判断自有模式跟预设模式 这边有7 7分其实大概如果换算起来 大概也差不多快一半的分数了 大概就20 因为一题就是应该是15分变50分 所以这部分的话 应该差不多要 也要有个一半的分数 大概25分嘛 那底下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另外25分 所以你会发现 自由模式跟那个预设模式 其实就占了一个很大的分数了 但是其实如果真的 你这个地方做不出来的话 那你其他另外一题很简单 应该还是可以过了 也就是说尽量不要放弃就对了 但这一题真的是比较麻烦一些些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做出来的话 当然比较麻烦 可是问题 倒是也还好 就是说各位可以看到下面这个